来生为猴 要做也要做峨眉山的猴 而不是被人训练成为一名爬树摘椰子的打工猴 在苏门达拉岛屿上有着几百万棵椰子树 上面有硕果累累的椰子 当地人不喜欢爬树 或者说他们更担心跌落摔到透心凉 于是便把这项艰巨而又光荣的任务交给了猴子 布尔几乎把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了训猴这份职业 在村民们的眼里 它就是大事级别一样的存在 可岁月不饶人 纵使有一记在深也架不住老去的身体 老伴想让他趁此卸甲归田 就这样布尔极不情愿地告别了他的职业生涯 尽管如此 他还是非常热衷给那些年轻的培训师提供宝贵的经验之道 或许是今生与猴子有着千丝万缕的孽缘 老伴雷娜意外地收到了一笔来自姑妈留给他的遗产 除了有不少的经营首饰以外 还有一只活泼可爱的猴子 而这些财产将全部归累那所有 因为生活在这里的女性主家 房子土地以及其他家产都归女性支配 布尔对那些所谓的值钱货并不感冒 他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了那只猴子身上 这只猴子几乎要将他心中那份激情点燃 老伴见他爱不释手的样子也是微微一笑 猴子今年两岁半 布尔为他取了个好听的名字波波 出于职业本能 他很快就发现波波是个可塑制裁 只要稍加训练就能成为一名精淡的打工猴 想到这里心里再次燃起了斗志 他要将训猴事业演绎至人生羡慕 布尔和老伴一共与有八个孩子 孩子们长大后 岛屿上枯燥的生活没能留住他们的心 更没有留下他们的人 如今各自在城市里有着不同的天地 西夏明明有儿 但却更像无儿 诺大的房子里显得特别的空旷寂寥 唯有两位老人相濡一沫 作为一名文明侠尔的训猴大师 布尔有着自己独特的训猴方式 想要为己所用 则必须要让波波成为家庭中的一员 让他在新的地方有归属感 显然波波还没有这么强的适应能力 他躁动不安的行为 证明了内心是恐惧的 但布尔对自己的新火计表 献出了极大的内心 在他辉煌的人生历程中 他前前后后一共驯服了二十多只猴子 说起经验可谓是无人能及 布尔训猴只有一个理念 那就是要基于爱心 他认为爱是平等的 只有你付出了才有可能得到回报 但在训猴这件事情上 老伴却一点也不在意 他只关心着家里的耕地要播种了 耕地是否有水牛可以代劳 他想将波波卖掉 然后拿着钱挑一头精壮的水牛 他将自己的想法告诉给了布尔 并让布尔打探一下波波究竟能值多少钱 尽管布尔一百个不情愿 可没有话语权的他只好为老伴马首实战 一只训练有素的猴子价格 可以和一头水牛相媲美 因此在卖掉之前 布尔要先了解波波的业务水平 爬椰子输轻车输入 但对于摘椰子这件事情确实有些陌生 波波此时和青铜并无区别 尽管布尔在树底下对着他不断地发号失恋 波波还是一脸的懵圈 最终波波以颗粒无收的战绩杀鱼而归 回家的路上 年轻的驯猴人调侃布尔已经不行了 两个星期后大型摘椰子比赛肯定会垫底 布尔听闻这些嘲笑声很是失落 可想了想后又似乎觉得并非一件坏事 他告诉老伴波波不会摘椰子 没有哪个冤大头会买这只猴子 老伴的意思很明确 既然波波不值钱 那就想办法让他变得值钱 他让布尔赶紧训练波波早日上岗 这样就可以代价而顾了 布尔左右为难 但他还是照做了 自此椰子书上下总能看到布尔和波波的身影 通常训练一只猴子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但布尔不愧是训猴大师 在他悉心的指导下 波波慢慢能听懂他的指令 也能笨手笨脚地摘下几个椰子 每次训练结束后 他都会给波波开上一个椰子作为奖励 也许现在的波波还不是最好的 但他的表现已经展现出了身上的前置 如果重复训练下去 用不了多久他就能独当一面 随后的日子里布尔每天都会带着波波摘椰子 自家的椰子摘完就帮别人摘 别人拿九成 他拿一成作为回报 仅仅一个多月的时间 波波就成为了摘椰子的高手 按照数量上来算的话 每天他可以摘五百至一千个左右 妥妥地成为行业里的佼佼者 家里的椰子越来越多 老伴也感受到了波波的价值 他们将椰子加工制作成婴幼儿食品 然后卖给收购商 布尔在后山上有一处属于自己的后花园 他会像从前带着孩子一样 领着波波感受山水之乐 他们在溪水里嬉戏玩耍 布尔帮他洗去身上的成功 帮他按摩放松 他就像一位父亲一样关注着孩子的成长 而波波也接受了这位和蔼的父亲 没多久一年一度地摘椰子比赛如期举行 是时候一决高下了 布尔信心满满地带着波波前来参赛 他相信波波不会让他失望 也没有人能动摇他训喉大师的地位 老伴并不关心比赛结果 他的眼里依然只关心着波波能卖多少钱 裁判员一声令下 打工喉在训喉师的指令下 踊跃地爬上了椰子树 他们像是知道这是一场比赛 大有谁也不服谁的架势 两分钟后比赛结束 裁判员轻点椰子树量 波波以七个的优异成绩成功地拿下了冠军 布尔为他感到喜悦自豪 但这份喜悦的心情并没有持续多久 在老伴的监督下 布尔和一名收购员坐在了一起 是的没错 波波即将一主 布尔一脸的不情愿 可他说了不算 收购员拿下脖子上的汉金 随后两人将手藏匿在汉金底下商讨的价格 交易必须秘密进行 这是他们的规矩 无论收购员把价格开得再高 布尔都只是说在考虑 老伴看穿了他的小心思 于是上前将他呵斥了一顿 老伴没有听进布尔的想法 也根本不想听进 他就这样在布尔面前将波波牵走 然后如愿地拿到了钱 有了钱他就可以买一头心心念念的水牛了 波波走了 布尔仿佛就像被抽取了精神之主 他在靠近窗户的位置待着地看着远方 老伴端来了午饭 但他只是摇了摇手说我不吃 这是他第一次在老伴面前 以强硬的态度表达着不满 看得出来他是真的伤心 现在的老伴脑子里已经浮现出水牛的身影 他从箱子中拿出了存钱罐 那是鸡仔已久的积蓄 足够买下一头水牛 他的身影很快就出现在了交易市场 强烈的思想斗争过后 他想到了布尔 没有水牛他可以活 但没有了白头偕老的人将会遗憾晚年 那天他在稻田里插样 一个椰子从天而降 他抬头朝上面望去 是波波在摘椰子 树底下布尔又恢复了往日的神采 他摇了摇头灰心地笑了 看着你快乐我也会跟着快乐 哇 咱们 dije